一群多倫多青年领袖 决定暂时离开舒适的生活 去为南非年轻人 举办一个三日两夜的领袖训练营 在南非的农场里带 其实也有很大的挑战 一群南非的青年 接受了很多新的尝试 神在每一个地方 都放不同的天使在我身边 如果你想知道 刘丽燕在领袖训练营里的经历 请留意来这一期 国粤与双声道的恩与之声